哎,大家伙早喽 6月3号星期五 清晨五点多 今天北京热啊 今天最高气温预报的是38度 现在的体感温度估计有21、22度 我出门的时候是20 大家端午安康 因为貌似端午不太能 祝开心 因为端午的来源是比较悲伤的 所以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英雄 对吧 刚才在两公里的时候碰见一大爷 大爷跑得不快 而且特痛苦 跟我说是5月28号 他们这个楼刚解除封控 允许外出了 就是说原来连单元都出不去 然后每个单元里都有人看着 这是封控区 北京再向好转啊 今天我看到的消息是 平谷区已经可以恢复唐食了 就是不知道会不会好多人开车去吃饭 因为这不是假期吗 但是比较悲催的是 我没有本也没有车 但我从小就不喜欢车 我也不知道特奇怪 像好多人对车特着着迷啊 我一般 我从小特喜欢自行车 我喜欢那种机械的东西 就纯机械的东西 但是那个大爷说封控了40多天停了 然后可能听目前也有这样的小伙伴啊 刚开始恢复的时候一定慢慢来 千万别急功近利 受伤还有心肺系统都可能出问题 一定要安全提议 你们老说我背心多啊 这一会儿是一件 原来没没没拍过的背心 今天咱聊什么呢 本来朋友大以后想聊聊这个事 恢复训练这个事 但是我没准备好 就还是按之前的想法 今天跟大家给我聊聊 普通跑者 我就是普通跑者啊 因为前段时间聊过几次 体重和减肥 咱们就认真说说 我跟大家分享 分享我自己 普通跑者真的需要 就是所谓的 特别高的碳水摄入嘛 好吧 刚刚刚马上就13公里了 在平安大街 我看评论区还是弹幕 小伙伴说 总看跑股工都自己都熟了 夏天咱探索探索新路线呗 今天应该就跑18公里 夏天就是要比冬天 像对我个人来说 心理会稍微高一点 而且我拍 叫手持摄像机的时候 大概要高 得高七八项 如果坚持时间长 因为胳膊要使劲保持它稳 所以像昨天碰见那位观众 一起聊天 我拿着摄像机的时候 那心理设备没有画 就是那样 但是其实没有什么 太明显的体感 就是它还是在一个 所谓的游刃有余的空间内 在跳动 它并没有特较劲 咱们就说主题 我一贯的观点 普通跑者 哪怕是业余精英 如果你不是脱产去训练 就是找了一个训练营 那其实你不需要 高潭水的生活 前两天我看一个文章 一个欧洲还是哪个小伙 专业运动员 然后去东非训练 刚到两周还是三周 体重就从58公斤 掉到了53公斤 那你就说了 为什么他们吃碳水还瘦 我吃碳水就长肉呢 是不是我说的不对 不是的 是因为 你可以试试啊 就是从早到晚 就只吃面包 就是白土丝啊 土豆 或者是米 基本上没有脂肪 就靠糖 和淀粉 然后呢 中午可能会有一些 煮的肉 瘦肉 也是没 基本没有脂肪 你看看 你能坚持几天 你这么吃也瘦 真的 这种饮食是什么饮食呢 就是 中国人民 物质生活富足起来的饮食 之前的饮食 我老说 九十年代出过好多影视作品 其实很经典的 可能现在好多人还翻看 你看看那个时候的电影演员们的身材 那是真瘦啊 给现在看 都有点病下来的瘦 你说人家能 那个时候人家的生活条件 可比咱们强多了 对吧 那时候大家的饮食 其实就是现在东非运动员的饮食 基本上就是馒头米饭 偶尔吃点肉 然后做菜少割油 是不是 我们比他们差的唯一的点就是 我们可能吃腌制的食品 和更多的调料 人家这个也没有 那我们是普通人呀 你要是不在一个训练营里 自己也同吃同住 就自己跟着自己家庭吃饭 你做不到 你真的做不到 你都不用说我不吃肥肉 你这一天炒菜的油 就特别特别多了 如果你正常吃饭水 你的总热量肯定是超标的 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现在一天吃多少 因为当然我体重低啊 可能需要也不是那么多 但是其实我挺能吃的 我2014年减肥之前 我一顿饭能吃 一个全家桶带一个汉堡 肯德基的 现在呢是这样 我早上睡了之前不吃饭 然后呢回家吃早饭 早饭大概是个什么量呢 如果换算成吐司 就是切好片那种吐司 大概是四片 自己家里烤的吐司 四片吐司 大概是不到一百克的 生面粉的碳水 因为家里切的相对厚一些 然后其中呢 有两片是会抹一些酱 一片可能抹果酱 另外一片抹 罗勒酱自己家里做的 就是一片是糖 一片是脂肪 另外两片呢 就着沙拉吃 沙拉就是 自己做的油醋汁的沙拉 就不是那种 千岛酱什么的 然后有一份肉 这一份肉一般是多少呢 大概有 如果换算成生种 大概有个 一两多 不到二两的肉 瘦肉啊 类型不一定 然后一个鸡蛋 鸡蛋是 要么是 泡手泡成糖心蛋 温泉蛋 对 然后要么呢 就是水煎 大家可以试试水煎蛋啊 就是不粘锅 不粘锅 撒几滴水 打上鸡蛋 鸡蛋微微定型以后 在周围再倒点水 盖上盖子给它温熟 然后一杯黑咖啡 可能吃个 吃一点奶酪 块状的 大概有 大概有多少 换算过来 大概就是那种 汉堡里加一种片状奶酪 一片 可能稍微再多一点 这是我的早餐 训练之后吃 就21公里 或者像今天18公里 训练之后吃 如果是像前天那样的30公里 那面包的量 再额外加两片 如果不吃面包 吃米面的话 都是70克生重的米或者面 焖米饭或者是面条 然后午餐呢 现在都一般在家吃 我有时候也分享过 一块200克的三文鱼 我说比较有代表性的 不是每天都这样 一块180克到200克的三文鱼 什么都不搁就搁盐和胡椒煎熟 然后配 要不然就煮西兰花 或者煎胡萝卜 或者是煮秋葵 或者是沙拉菜 有的时候如果当天比较疲劳 就加半片吐司 半片啊 或者是大概有一个鸡蛋 那么大的土豆 这是午餐 晚餐呢 我还是比较重视 因为我其实挺贪吃的 就挺馋的 大家也知道我爱做饭 晚上就炒菜做中餐 基本上会控制油的使用量 但是不那么严格 因为有的菜 油菜也少炒不了 菜的内容也没那么干净 我也吃锅包肉 也吃汤醋里脊 也吃红烧肉 也吃鱼香肉丝 但是我吃这些的时候呢 都什么都不配 就没有米 也没有面 也没有馒头 就是吃菜 一般晚上我们两个人 一荤两素 素菜就基本就是 白酌 炒都不炒 除非是必须得炒的菜 有时候炒个月白菜 然后煮个秋葵 蘸点 蘸点酱油醋什么的 或者蘸蒸鱼吃油 肉菜就很随意了 就什么大菜都吃 当然是 说句实话 你不配米饭 你也吃不了多少 这叫我的晚餐 我现在因为家属也居家了 晚餐吃得也早 大概五点之前就吃完了 之后这一天就结束了 什么都不吃了 就没有任何额外的摄入 我不太喜欢喝奶 我吃发酵类的奶汁也没事 但是喝纯奶的话 我会有轻微的乳糖不难受 有时候消化的不好 你看我这么吃 到比赛季准备之前 我还要更少 比这要少三成 否则我的体重就 掉不到我说的那个 所谓体重锚点之下 就是你不能跟你的基因抗争 你抗争不过 这里边凸显了一个什么呢 就是你看 作为现代人 你早上起来吃早饭 你得吃个鸡蛋吧 有人得喝点奶吧 对不对 有的人在外买个灌饼 还家户得啥对吧 那这些 人家专业 就是非洲的跑者 是个物质的 他最多最多面包抹花生酱 大多时候其实不是花生酱 是果酱 你看人家喝特甜的茶 那 因为他不吃别的呀 之前看英国那个纪录片 交换饮食 胖子跟瘦子 我记得清楚一个老的 老大爷 玩摩托的 一天就喝加糖的茶 什么都不吃 一天喝二多杯十多杯 一杯加七八块放糖 还巨瘦 就是马拉松运动员 专业运动员 讲究的是 饮食单一 简单可重复 所谓就是 比较的枯燥 或者比较的 清苦 真的他和其他的运动项目 有很大的区别 马拉松是各方面的修炼 你可能说 营养元素 涉足的丰富一些 会更好 这我承认 但是他不一定 对马拉松的成绩更好 好些事 有的时候有科学的部分 有的时候也有 精神的部分 总结啊 就是 您如果说大众跑者 想健康 那您随意 真的随意 或者您还玩其他运动 比方说您铁人参向 或者坐着越野 您就别太辛苦 怎么高兴怎么吃 如果您的目标和我一样 对 关键是看你想要什么 如果您的目标跟我一样 就只能 想办法 尽可能的过 这种辛苦的日子 没有什么 秘诀和至胜法宝 过两期咱们聊心率 再聊心率 因为评论区还是有好多 我也会再说这个观点 大家加油赶啊 6月3号星期五 清晨6点25训练结束 多绕了一个路口 跑了19公里整 一小时24 平均配速是4分26 心率是149 今天心率带没有飘 所以看这个天热以后 对心率是有影响的 当然再加上 今天是第三个训练日 6月的前两个训练日 已经跑了51公里了 而且这51公里 全车马拉松 三小时完赛的配速下完成 最强度不小 今天疲劳也是正常的 这两天睡的还可以 回头跟大家分享分享 我睡眠的一些情况吧 没有经验 因为睡眠这事 谈不上经验 大家一生都在盼着有好的睡眠 要是能练好的话 那你就不是一般人了 歌舞的第一个休息日啊 东三环那车很爽 昨天我家门口 这个三环已经开始堵车了 慢慢就能恢复吧 希望尽快的能 餐厅能恢复堂食 各行各业能好起来 然后再提醒大家一句 如果您不管是刚刚结束居家 还是怎么着 恢复训练 一定一定要慢慢来 一定要慢慢来 尤其是 其实心肺都不重要 因为如果您没有基础病 有知晓运动习惯 虽然心肺能力会下降 有点能力会下降 但是不至于出危险 但是挺容易受伤的肌肉系统 因为你肌肉很长时间 没有这个强度的运动了 一定要慢慢来 循序见尽吧 想今天跟大家分享分享吃啊 就是探索谁的事 这事其实我不同时期有很多不同的观点 有一个时期我也觉得说 我天天这么跑应该多吃探索 那时候挺努力在吃探索 我之前拍过视频 但是发现不行 控制不住体重 那个时候体重大概在118斤左右了 因为其他东西不太可能 你毕竟说正常的承治生活的人群嘛 真的没办法 就是你要生活和快乐 还有成绩都兼得的话 我觉得我摸索这么多年的这个饮食 我觉得对我来说 至少对我的身体条件已经是最优解了 真的是最优解了 然后也别去信那些所谓的说 把自己饿的代谢变低 是 我承认啊 就是你总吃不饱 你的亲身代谢收益稍微慢一些 但是呢 它并不能打破自然规律 对吧 就是 你每天维持你生命的这个能量 它肯定是固定不变的呀 除非就是你生命不需要这么多能量了 比方说你心跳变慢了 或者说你呼吸变浅了 或者说你血液循环的变慢了 这些可能是跟长期的饥饿有关系 但是这点关系啊 说句实话 两口馒头的量 就补回来了 所以我真的真的不是说说 差这点造成让你每天多吃了两口馒头 比别人你就胖了 真的真的不会的 相信我 那也只是说对身体的健康有影响而已 而且您放心您饿不到那样 一般人下不去狠心饿 把自己饿成那样了 我都做不到 我觉得我是个挺有毅力的人 在大多数普通人 不能说毅力吧 挺有耐心的人 好吧 行 那也祝大家呢 尽可能的就摸索自己的饮食结构 这个事呢 因人而异 您的家庭的食谱啊 爱吃的东西啊 大家都不一样 对吧 我都摸索了好多年了 我光吃这个事 正经的食品 不正经的食品 随便说的 说了无数次了 每一次其实心得体味都不太一样 都在左右的在纠正自己 大家还是做好自己的教练 慢慢来 我们努力下训 夏天确实需要苦一些 但是马拉松其实就是修行 我们努力干 好吗 然后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刚目前的这个趋势 看秋天有比赛 我觉得没有问题 我个人认为没有问题 就算没有比赛 我们也是要为了自己心中那个PB 对吧 那我们加油夏训吧 咱明日见了 大家好好过节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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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